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绝对不会回去东京 是为什么呢 因为空城跟山城这个地区 有各种各样缤纷多彩的美食和美食 所以我今天想要尽情长寿 当地的美食跟家美食交友 所以今天而且非常难得 我们也能够邀请到一位来自香港的贵宾 Micky 大家好 我是Micky 接下来我会和吉田社长一起介绍 公城和山形的美酒和美食 Micky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好 请说 作为陌生姨说到空城县的清酒有什么特色呢 其實一般宮城縣的清酒 都是屬於清爽而且微微帶深厚的風格 利用了東北地方的氣候 因為比較寒冷的話 用一個低溫的長期發酵技術 做出一些清爽的清酒 當然一些好的清酒 我們需要有好的水和米作為原料 而宮城縣也是一個著名的米香 當然用了全國有名的酒米之外 也用了當地的一些稻米 作為釀造清酒的一些原料 可能你不說不知道 有九成的宮城的酒 都是屬於高質素的特定名清酒 而且在全國的新酒鑑評會裡面 拿到金賞的比例 也是連續三年拿到全國第一 所以如果在宮城喝到清酒的話 喝到不好喝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孔澤生真的蠻厲害的 我真的很想趕快喝到 那我們現在來到三星縣 好冷喔 對 好冷喔 空中冷很多的感覺 這個三星縣 從東京大廠 新幹線大概有三個三小時 三個三小時就到 然後從現在的話 要一個三小時就到 一個三小時就到 所以我聽說三小時這邊有很多的美酒 所以三小時的美酒有什麼特色呢 三型縣的酒一般被人柔和和通透的感覺 有很豐富的地下水縣 也是一個積雪好心的地方 是一個很適合做清酒的地方 所以在縣裡有超過五十間的日本清酒酒葬 而且三型的清酒也是第一個縣得到政府的G.I.地理標式認定 情況就好像波爾多 法國的波爾多 或者是香檳的同一個道理 而三型縣的清酒是得到國家的認同 同時三型縣也是不斷研發一些原創的酒米 其中去年就以一個新的酒米 叫做雪女神 釀造他們的純米大飲料 這麼多美酒的三型縣 今年也舉辦了 International Wine Challenge IWC 日本清酒的審查會 而且得到世界各國的注意和認同 今年的審查會 三型縣的釀酒廠 還得到最優秀的IWC Sake Bureau of the Year的樹榮 總共拿了十七面的金賞 連續五年 是全日本第一的 而且三型縣也有一個出名的水果王國 題子有很多的 所以也有很多很好的葡萄酒 在縣裡有十四間葡萄酒酒葬 聽到你的風上寫 我已經忍不住了 那我們趕快去喝看看吧 朋友 現在還在中午 電還沒開 是啊 對啊 在日本知名酒廠 三型和工廠 有許多住在國外的各位所不知道的美味酒廣 而且不只是日本酒 葡萄酒和威士忌也很好喝 此外 在擁有豐富很香 三層的三型工廠 有許多餘美味酒廣很大的料理 只要到離東京稍微遠一點的這個地方 有許多絕景和能與家人共有的觀光景點觀光地 前往三型和工廠旅遊的話 不僅能品嘗到美味的酒 還能體驗其他地方沒有的日本獨大體驗吧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按訂閱